照烧鰻鱼,鰻鱼饭不要再去外面吃了,试试做起来,盛一碗米饭,淋上照烧汁,撒上白芝麻,实现鰻鱼饭自由。 鰻鱼改刀切厚片,像这样厚度即可,现在先来腌制一下,挤上一大圈蚝油,适量生抽,适量胡椒粉,少许鸡粉,先把它抓匀,再加点油继续抓匀腌制20分钟。 先钓个照烧汁,两勺生抽,一勺老抽,一勺蚝油,两勺料酒,加入小半碗水。 最后再来一大勺蜂蜜,搅匀备用,热油把鰻鱼一片片放进锅里,煎到底部金黄即可翻面,煎到两面都是这样金黄即可。 把鱼推到一边把多余的油盛走。 淋上刚刚调好的照烧汁,开大火让鰻鱼慢慢收汁,轻轻地推一推它翻一翻它。 让鰻鱼吸满照烧汁,锅里的照烧汁已经变浓稠即可盛出盘。 撒上白芝麻,软软糯糯的鰻鱼香到不行。 盛一碗米饭加入鰻鱼淋上照烧汁,撒上白芝麻,快来一口,完胜外面的鰻鱼饭。 太香了不行了,我要先吃了,赶紧去试试做起来。